这种主角是谁呢? 干部炒饭的主角是谁呢? 对,这是它 这个酱鱼仔 我们把清洗过的酱鱼仔晒干之后 然后烘干之后 就可以拿来炸 我们要把它炸的时候有点焦黄的感觉 它就脆脆的 这样子像我们炒饭的时候 就会有点口感 吃到脆脆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们刚才是用大火来热锅 然后现在我们转为小火 就把它炸好 就可以拿上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它差不多的有焦黄色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拿上来了 就是这种感觉 焦黄 这样刚才炒过那个酱鱼仔的那个窝 我们 把油倒掉一些 然后留着它一部分的油 因为那个油里面已经吸收了 有那个酱鱼仔的味道 所以这个油呢 如果炒饭的时候呢 就会很香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切好的这个 大葱放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嗅到很香的 这个大葱味道 很微小火 这个饭呢如果是在盘窝煲出来呢 是这样 所以你洗干净的手呢 你就可以把它 揉成 那个山山的饭 这个饭呢我们就把它这样 捏捏一下 就不少了 所以等一下炒起来呢 就会一粒粒的分开 会就是一整块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 加入锅中 这个饭呢如果是这样一整块的呢 这样吃起来就口感不是很好 所以就把它用细细的 就一粒粒 分开 这炒饭呢大概是 可以煮 两三个人份 开始了 这一时候我们把它转为中火 把那个饭和刚才炒过的那个大葱 搅拌 所以每个饭都吃到那个 油和葱的 那个 鸡两 这个时候可以慢慢转为大火 因为 差不多每个都炒得很均匀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转为大火 加入两粒蛋 葱 我们在它四周围 然后加入大火 然后炒饭 再炒叶 炒饭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就是 因为刚刚 是用炒火呢 所以那个鸡蛋这样下去的时候呢 它跟那个米饭吸收的时候 米饭是变得 金黄的色 这样就能够再出炒饭的那种脸色嘛 它比较有那种 如果你是希望有色香味俱全 还有一个设置也是很重要 炒饭呢你可以自己调一些调味料 不过今天因为我买了这个就是炒饭的调味料 就是Kambo Fire Rice它写这个调味料呢 是特别厚的 就是特别厚的 而且它有用了很多香料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用这把香料 插进去 其实我没有放整包 因为它一包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只会放这部分 看看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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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